所以剛剛部分,最後其實也是一樣 再加一個按鈕,所以我們已經做三個按鈕 這個範例題等於是跟上個禮拜一樣 也是三個按鈕,只是最後這一個 我是把這個按鈕複製 然後貼過來,大小就會一樣 然後再按右鍵重新指定 它的去期,也許這個叫做刮鬍自串 沒有底線公式 然後把它複製名稱 並且把它改成 剛剛這個結果 OK,其實這就三個按鈕 第一個按下去,這個裡面是放公式 第二個是清除 第三個就是直接的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就是先處理完之後 再把結果丟過來 所以裡面如果是空的 它一樣是空的 那這個好處當然就是說,如果你的資料量非常多 類似的這種處理 那如果你丟公式,它儲存的 就會是一堆公式 所以它相對的也會佔用太多的空間 當然效率上面也會稍微比較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就有必要把它改成 就是直接輸出結果來 OK,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輸出公式 有東西 這個是沒 清除一下 這個是最後沒有的東西 有沒有,空的 寫的方法 就是剛剛講的這一串 其實 如果說你有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雲端上我有放一個最後完成的 你就直接把這一串 乾脆貼過去 它也可以亂 只是說 最後你還是要自己改寫 自己再把 這些怎麼寫 逐一逐一的再 寫過一遍 尤其是哪個地方最重要呢 就是 這個回圈 裡面的這個 這個 一幅邏輯判斷 那一幅邏輯判斷的部分的話 特別是 寫的方法 基本上 也不複雜 基本上就一幅 裡面呢 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剛剛有同學問說 如果 其實理論上只要寫 A 不等於零 其實就OK的 因為理論上 如果A 假設等於零的話 那B應該 B應該也會等於零才對 因為前刮後刮是一對的 那除非有種狀況是 如果 怎麼樣 他沒有前刮鬍 可是有後刮鬍 那也不對啊 那這樣也沒辦法切嘛 所以呢 只要是其中有一個 等於零的話 那應該 就不能跑 所以我們這種邏輯是 A 沒有前刮鬍 就 其實比較標準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說 如果 我不稀 就是 如果是A 或B 其中一個 什麼呢 他 找不到的話 那或的話 你可以知道空一格 加一個O 我就可以了 或 再空一格 B 不等於零 這樣也可以 OK 也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連擊或者交集的敘述 有沒有 如果還有第三個你再繼續往下放 OK 不過其實理論上 當然呢 我們以這一題來看 不用寫那麼複雜 所以 基本上我就覺得 反正只要判斷 沒有前刮鬍 那表示 理論上 後刮鬍應該就沒有 所以我把它寫比較簡單一點點 OK 那這樣子就做出結果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制定函數 什麼要制定函數 跟上個禮拜一樣 我先清掉 第一個 按插入函數 在 這個 類別裡面會出現使用者定義 那因為我已經寫好了 我先demo給各位看 就是 會出現一個叫什麼 刮鬍自串函數 這個要自己寫的 自定函數 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先跟我要一個什麼 給我一個資料 其實就是參賽者資料 那我就給他一個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向下填滿 放開 全部 也做完了 那這個方式的話 當然跟剛剛按鈕不太一樣 這個是 等於是自己寫一個方向 那不過他的操作方式 跟你在使用 這個Excel裡面的函數是 大體上是一樣的 至於哪一個 比較OK 其實一般我還是發現 同學 回答一般都還是用這個 Sub比較多 不過還是少數有同學會用到制定函數 尤其是 每一次那個好像寫問卷的時候 大部分同學都想學 這個制定函數 可是最後 好像其實 反而學的比較多還是Sub比較多 OK 不過這個 我覺得兩個都學 至少你將來要 懂得變通 會比較知道 那怎麼 去產生這個制定函數 OK 有沒有使用者定義 然後會有這一個 首先呢 我前面講過 第一個 一樣在 這個底下 我們從 我這個把它重來過 如果 因為我這個是直接拿 雲端上面那個貼過來的 如果說 無中生 就從沒有開始 怎麼做 第一個 一樣 插入什麼呢 上面有個插入程序 那先給名稱 比如說那個名稱叫什麼 刮鬍自刷函數好了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說你要選 型態部分一定要選 Function 特別是要不能選 Sub 以後反正你又記得 按鈕就Sub Function就制定函數 OK 按確定 它會幫我產生什麼 底下這個敘述 OK Function 然後呢 它是這個名稱 一個刮鬍 N的Function 的結構 那特別注意 Function跟Sub 最大不一樣 Sub是按鈕 反正它不會跟你互動 做完就算了 那Function呢 它是跟你互動 它問你問題 然後你給它資料 它在幫你把最後的結果做完 再回傳給 這個Function 自己本身 這個感覺有點曲折 繞一圈 最後 大概敘述是這樣 那首先第1個 Function 名稱叫這個 第2個刮鬍 裡面就放什麼 放他跟他要資 要什麼 我剛剛放資料 你可以放什麼 參賽資料也可以 這個是自己可以制定的 那比如說把這個 名稱叫參賽者資料 給我一下吧 所以它跳出來 會有一格 那如果說你逗點 像我們之前手機會有3個 逗點第2個 逗點第3個 OK我們只要1個就好 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 他給我資料了 所以他給我什麼 所以他給我照大鵬 那我要先檢查 裡面有沒有刮鬍 所以呢基本上 那個寫法 跟剛剛那個 就是上面的那個寫法 差不多 也就是什麼 A怎麼樣 點什麼 A等於 就要先找一下 他給我那個資料 裡面呢 有沒有 所以要什麼 VBA 去幫我找 VBA 點什麼 Instree 去幫我找找看 這個字串 哪個字串呢 就是參賽者 這個資料 所以 這個參賽者資料裡面呢 有沒有 錢刮鬍 所以逗點 有沒有錢刮鬍 好 如果有的話呢 他會給我一個數字 如果沒有 就0 那B的話呢 其實寫法跟剛剛一樣 把這個複製一下 那這邊改成B B的話是找什麼 找後刮鬍 OK 然後呢 再來呢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甚至可以拿上面的 Copy算 Copy過來 你會發現 這個把它 去的加Tab 如果呢 A如果不等於0 那特別說丟的話 剛剛是丟回去B欄 可是現在是丟什麼 丟給 這個自己本身 A的話呢 那A的話呢 其實是參賽者資料 所以其實 如果你剛剛 你也可以直接拿上面的來call 不過就是 改的部分呢 就是不要回圈就對了 OK 只是說邏輯不太一樣 Sub是直接去 那個儲存殼裡面抓資料來做判斷 最後把結果丟回去那個儲存殼 那方選是 跟你要資料之後 然後 處理完之後 再丟回給這個方選本身 啊方選 因為游標在那個位置 他就再把結果丟到那個儲存殼裡面 所以流程不太一樣 好 那基本上我們寫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跟剛剛那個還蠻像的 差別是說這個 本來是SalesA 改成參賽者資料 那SalesB 就是丟給自己本身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OPOKE 其實這樣有沒有呢 插入 這個 函數之後的話 有沒有使用 有 然後有沒有這個 有 然後看一下 參賽者資料 給我一下吧 那我就給他了 趙大鵬 按確定之後的話 然後向下填滿 不過呢 你會發現 好像有個問題發生 什麼問題呢 就是 趙大鵬這個地方 他 沒有 刮鬍 理論上應該是不能有0的 可是為什麼他是0呢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回頭看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 這樣 這個刮鬍 字串 函數 這個方選 他預設值呢 就是0 他就是預設裡面就放個0 如果你完全沒有丟給他任何東西的話 他裡面預設就放0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這個跑 比如說我這個造派房過來 對不對 然後找0 0 那因為他是等於0 所以他跳過了 也就是說沒有丟任何東西給這個 這一個 方選 所以他等於是丟回來的就會是預設值 那怎麼辦呢 其實有兩個解法 一個解法是 那我知道預設值 假如是0的話 那乾脆這樣子 我可以把他的預設值 先做一件事情 先怎麼樣 等於0 等於 本來是0 等於空的 也就是說 我把他0變成空的 也就是說我在第一行 預先 就塞一個空的給他就好了 他本來 0 就變成預設值 就被我改成是空字串 就沒有東西了 這個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加這一行 試一下 OK 所以如果我再把他打勾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0就不見了 有沒有 OK 這是方法一 另外我在雲端上放的是方法二 你想說方法二 主要就是說 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他 不等於0 也就沒有刮弧的話 我處理的方式是這一行 另外呢 有一種叫反織 如果他等於0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邊加一個L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邏輯 剛剛本來是處理單一邏輯 現在可以把它 改成 我要處理 兩重邏輯 也就是我 為True我要處理 那為Force 我也要處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兩個都要處理的話 請特別注意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切一下好了 加一個這個L 就可以了 我剛剛忘了切 那這邊的話 L是說 如果為True 我處理了 如果為Force的話 那我要怎麼處理 很簡單 其實 就是把這一行 放到 L 裡面 就OK了 那我開頭就不要放了 反正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這一行 放在上面 初始時就把零 換成空字算 要不呢 就是在這邊 去處理什麼 相反邏輯 L十部分 OK兩個方法都可以啦 但是問題 以這邊來看 哪一個比較簡單呢 好像剛剛那個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那只有一行 那這邊要兩行 你怎麼說 老師你幹嘛 那就寫一行就好 不過 我是覺得有的時候 主要 會雲端上放這個 主要原因是說 我要順便教你們 如何處理 反向邏輯 的 順便講一下 OK如果我用剛剛那個方法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講到 L 因為這個L 也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下個單元 就是要講邏輯函數 邏輯函數 如果你不會L 那你當然 你就 沒有辦法 處理這部分 所以 請各位試一下 如何制定函數 來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基本上 我們 今天這個範例主要就是把那個上個禮拜 講到的VBA 其實有點像 回鍋 在 複習 但是呢 我們是用了另外一個 範例 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裡面難度又會比上一次的那個範例又稍微再難一點點 主要呢 我們又多講了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之後 在下一個單元 我們再來就是 這個 這一題講完之後 後面我們就要開始講邏輯函數 因為邏輯 在 無論是 Excel裡面 或者是VBA的這個程式處理 扮演的角色 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 基本上 你要讓 電腦自動幫你做什麼樣的邏輯判斷 這件事情 你會的話 那其實很多事情 基本上 都可以 透過再加一個回圈 他就可以自動全部幫你處理完畢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試一下我剛剛的程式雲端上也有了就這一段 你可以參考一下在雲端上面OK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待會再來看